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去抓網頁資料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第一個你就是要學會怎麼樣 先到這個網頁裡面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下 它這個 比如說它這個類別名稱 它是放在一個叫DIV的名稱 所以記得 它的那個TAG名稱前面一定是小魚 有沒有 然後如果直接結束的話 後面就一個大魚 然後另外它這個多一個訊息 就是叫做它的Class 它的Class就是它的類別名稱 所以主要我們如果要爬取網頁資料的話 大概知道這兩個線索 就可以把它抓下來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第一個是它的標籤名稱是這個 然後它的類別名稱 不過跟各位講 有些那個資料 它不見得會有類別名稱 可能像底下這個 比如說這個是有類別 它標籤名稱叫DIV 類別名稱叫這個名稱 OK 那